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古镜之中那个魔族 赫然是一名身穿血色长袍的清秀少年 但是面容似乎不大好看 竟是那位统帅天渊城魔族大军的血光圣祖的化身 袁畅 怎么是你 你何时派化身进入灵界了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一次降临的圣祖当中 你似乎并不在名单之列 后期更是没有资格让真身降临的吧 血光 我只是让一化身降临此届协助六级一二 没有统帅大军 也没有让真身降临的打算 自然不违背当初大家的协议 你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哼 再怎么解释 也不过是狡辩而已 此事姑且不说 你这化身既然是协助六级 为何会出现本座的负责区域 于情于理都该给本座一个解释吧 你可不要说是本座战舟中感应质宝出错了吧 出错倒不至于 我现在的确在你所管的区域 还在追杀一名人族修士 但是此举也是奉了六级之命 并且是对所有圣族大军都有意义的事情 你不必管太多了 追杀人族的修士 以你手下两大石魔的传颂神通 除了大成器之外 人族又有什么人可以逃出你的追杀 既然此事事关整个圣族大军 那本座也不能坐视不理 我会派出其他化身马上跟你会合 助你一臂之力的 血袍少年目光一闪 大有深意地说道 女子美目一眯 冷笑一声说 这么说 你还是不放心本座了 其他化身 我倒是听人说过一样 血光你竟然又让三大化身戒体降临灵界 就不怕你的本体在圣界出事吗 况且现在才派人过来 不觉得太迟了吗 等到你的化身赶到 本座早已解决完战斗了 我的事情 圆叉 你还没资格管 至于其他化身 他们应该离你不远了 大概半日就会和你会合 我刚刚从毒龙那里 把乾坤盘借了过来 正好可助你一臂之力 什么 乾坤盘 毒龙会将此宝借给你 他可是一向将其示弱性命啊 只要代价足够 毒龙又怎会不肯借呢 倒是你现在追杀的人族修士 到底是何来历啊 能从你手里逃脱掉 看来也是人族极其重要的存在 你马上联系我的几大化身吧 我让他们绕到前面埋伏下来 出其不意 将其拦住 你出手也可以 但这个人曾经在下界大大的得罪过我 勤住之后必须交给我来处理才行 否则我宁愿多费些时间 单独处理此事的 女子闻言神色一动 但略以沉吟凝重地说道 什么 曾在下界得罪过你 这还真有些意思了 我似乎听说过 原刹你在下界的一缕分魂 被下界人灭杀过 不会就是现在追杀的 这个人族修士吧 如此说的话 还真是巧合得很啊 血袍少年露出了一丝 讥讽的表情 女子欲容一沉 御手一扬 黑光闪动之下 就要关闭古镜的联系 你若是特意来嘲讽本作的 那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慢着慢着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此事了结之后 你必须帮我也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此后 必须立刻离开我负责的区域 帮你什么事 很简单 也帮我去对付一名人族修士 你不是有三大化身降临了吗 怎么还要本座相助 你打的什么主意 不是想让我这具化身 去对付人族大成妻的存在吧 去对付人族大成妻的存在 你还真会想 就算你想找死 本作还舍不得这几具化身呢 放心吧 要对付的 只是一名人族合体妻存在 只是此人身上宝物众多 我几大化身虽然戒体降临 但并未携带衬手的宝物 才会奈何不得此人 有道有相助的话 就不成问题了 只是一名合体妻修士 那就没问题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将那些化身联系方法 讲出来吧 蓝袍女子听了之后 心中一松 再无任何迟疑地说道 血袍少年自然满口地答应下来 然后用手指冲着镜面一点之下 顿时一段银色符文 从镜中狂涌而出 同一时间 正在前方飞驰而行的韩丽 并不知道两位魔族仇家 竟然无意中联手了 他正一边飞顿而行 一边凝重地苦苦思索 却一时间呢 无法想出脱身之策来 这也难怪如此了 不久前 他才刚和血光圣族的几具化身 大打出手 无论是临时布阵器具 还是各种的俘虏法器 均都消耗得七七八八 自然大感手段不足了 况且他虽然感觉到 后面魔族女子的危险 但并未真正放手一搏过 对对方神通如何呢 还是一头雾水的 在应对上 也是大为的束手束脚 韩丽思量了半赏 还是决定弄清楚 身后女子的实力深浅 再来考虑其他的一切 毕竟只有自己知己知彼 才能够稳操胜券 心中思量完毕 韩丽琐化昆蓬 当即无数灵雨 从体内积涉而出 化为一张张浮路 和震齐震盘 一口气在身后布置下了 十几个大小不一的 法阵陷阱 然后就自顾自地 继续远顿而走了 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韩丽在隐隐听到身后 一连串爆裂巨响之后呢 那些法阵陷阱 就和其神念 纷纷失去了联系 韩丽心微微一沉 以对方破除 他所留布置的速度来看 神通绝对比其预料的 还要厉害几分 远非普通的魔尊可比 并不比血光 那三大化身 差到哪里去的样子 而且对方 似曾熟悉的气息 让韩丽的心中啊 更是隐隐有点发毛 隐约想起了某个 忌惮已久的大敌类 难道对方 真的是哪一位的化身不成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以韩丽当年在人界灭杀 对方分魂的大仇 那对方紧追不舍 那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韩丽心前一番思量下 终于想起了后面女子气息 竟和当年在人界 封印的原刹圣祖分魂 有点相似 骇然之下这心里头啊 也有几分忐忑起来了 不过既然知道 对方神通不小 还可能是自己的魔族大对头 韩丽更不可能改变主意 停下来和对方进行大战了 只是催动调动体内法力的一路 狂顿而走啊 他已经想好了 纵然那座石殿可以瞬移 但是耗费的法力呢 绝对是远超普通飞行的 长时间下去 最先坚持不住的 可能还是对方 孤儿韩丽心中一横之下 倒也做好了不惜损耗元气 也要和对方硬耗下去的打算 下面的时间呢 韩丽不再出手相试什么 只是服用一些丹药 并掏出两块极品零食掐在手里 开始汲取灵气炼化要力 而那石殿每隔一段时间 不停顺移之后 仍跟在后边死死的不舍 二者在流星赶月的万丈高空中 一顿追逐 又过去了半日之久 他们飞过 蛮荒土地和深黄沙漠 来到一片遍布低矮灌木的沼泽上空 空中晴朗异常 除了几朵悠悠飘浮的白云 和高处炙热发亮的焦阳之外 再无任何东西出现在视线内了 前边 韩丽所化昆鹏 已经感觉到 后面石殿的瞬间频率 开始渐渐减小了 心中不禁为之一喜 就在此时啊 他神念中突然传出了一个 微弱的话语声 主人主人 小心小心 前面似乎有敌人的气息 这声音不大 而且充满志气之音 竟似乎是个童子 韩丽听到却耳中一惊 四尺一顿地停下了顿光 同时急忙问了一句 是谁 难道是 主人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鲍林呐 才刚刚醒来 马上就要陷入沉睡 但是前面的确有敌人 我可以很清楚地感应到 他们对主人充满恶意 那童子的声音似乎焦急异常 急促地说了几句 就一声哈欠 再无任何的声音传来了 韩丽大为惊异 鲍林兽 敌人的气息 鲍林兽啊 当年吞噬了暗兽的腰盒之后呢 虽然在炼化之后清醒过一段时间 但是在韩丽进阶核体期之后 却竟再次意外地沉睡了 这一次的沉睡啊 并不是因为那暗兽腰单的缘故 而似乎是此兽本身修为 到达了一大关口 本能地用睡眠的方式 开始蓄积力量 好再做突破 那鲍林兽 早已经沉睡数百年之久了 竟然在此时突然地醒来 并且口吐人言 自然让韩丽大为的意外 但是此兽所提前方有敌人的气息 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韩丽却丝毫征兆都没有发现呢 信念如此飞快地转动一番之后啊 韩丽锁化巨棚 顿时双目如电地 往前飞快地一扫 同时庞大神力 潮水般地向四周一涌而去 但是附近虚空中 到处是空空荡荡 哪有丝毫可疑之处啊 韩丽不禁沉吟了起来 同一时间 某个神秘的法器之中 三道血色人影并肩站立在一起 并望向身前悬浮的一面巨大金币 在白萌萌的巨大金币表面 赫然倒映着一个浑身电弧缭绕的银色的巨棚 此鸟背声四尺 左顾右盼的四下打量着什么 但金色的瞳孔中啊 赫然满是怀疑的表情 中间一道血影人呢 慕然发出阴森的笑声 充满了强压的 称怒怪异 真是没想到啊 袁叉在追杀的人族修士 竟然就是此人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这血影赫然是一名 面容清秀的血袍少年 另一名面容一般无二的血影 却淡淡地说道 别高兴得太早了 别忘了袁叉一开始 给我们提的条件 既然袁叉所追目标 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初的条件 自然必须要变动一下了 人可以给他 但是身上的宝贝 我们可没答应交给袁叉的 这么做的话 袁叉恐怕不肯罢休啊 宝物也可以给他一部分 但是镇摩索和紫眼鼎 我们必须先拿回来才可以 分起一半 中间的少年嘴一撇地说道 人族小子明显身怀重宝 你们就肯舍得了 不舍得也没办法 不要忘了袁叉背后 还有六级在撑腰呢 现在可不是招惹他们的好时候啊 的确 六级是个大麻烦 这少年脸色微变 露出了几分忌惮之意 最后的一个血影人一开口 几分凝重之色说道 好了 你们别光想好事了 还不知道这一次 能否亲下此人呢 他似乎已经发现我们的存在了 想埋伏他 多半不可能了 发现我 这不太可能吧 我们已经用乾坤盘 全部遮掩的一干二净 除非他有大成器的修为 否则 还真是难以发觉到什么 顶多起了一点点疑心而已 袁叉还在后边紧追不舍 他绝难真滞留在原处的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